你開始會覺得真的喘到有點不舒服 甚至會有點頭痛的情況 那我覺得這也是武嶺賽事很迷人的地方 突然一陣暈眩 然後你會看到全世界瞬間變黑白 哈囉大家 終於回到睽違已久的武嶺挑戰 我上一次去挑戰的時候已經是2020年的9月 那上一次的成績 算是我第二次騎乘武嶺 然後第一次的武嶺賽事 所以其實我覺得成績沒有到非常滿意 上一次騎的時間是4小時09分 那今天呢 我今天要來挑戰我人生的第三場武嶺賽事 也就是希望可以在3小時30分內完成 沒錯 我們這一集呢就是感謝FSA贊助播出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今天呢 在挑戰武嶺的過程 我真的是一個ROBA的咖 所以先來升級一下 這次的配置呢 跟平常的騎頻路可能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來採訪一下小郭 通常大家去挑戰山路之前 會做一些哪樣的升級 我們一般最常遇到的客人就是 他可能去騎爬坡的時候 他會有改裝比較輕的持筆啦 或者是說像這種比較輕量的爬坡輪的配置 對那剛好我們今天呢 就有了這個4630的超壓縮盤 對那可以讓Jerry比較輕鬆的去攻武嶺的路段這樣子 嗯 因為其實我本來是用53.4啦 他的設定是比較接近平路的設定 但是 因為武嶺大家也知道 在後段啊 就是持續陡坡可能都是 有6到8%以上 而且是持續一段時間 那如果用53.4 我自己的經驗啊 他的 迴轉速會帶不起來 那其實騎到後面 會有點太快疲勞 所以我在武嶺前 趕快來把我的大盤升級成超壓縮盤 OK 那我們就來安裝吧 那我自己呢 其實有兩個輪組 這是我在爬50的選擇上呢 就放棄了60 選擇了30框高 那因為在MATRON30框高 在爬坡路段的表現算是比較優異 因為他慣性來說不會這麼難帶 那在迴轉速可以帶起來的情況下 我覺得在武嶺的表現是比較有幫助的 所以我這次選擇MATRON30 準備出發啦 現在大家陸續往7點移動 已經5點整了 出去就開始了 等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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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的分段 從地中心標人質關 我希望可以用199瓦的軍瓦來騎乘第一段的時間 目標是希望可以在40分鐘內騎完第一段的路段 5公里左右 目前稍微脫離了比較擁擠的車場 第一階段要從這裡到人之關 想辦法穩定配速 我的目標是199瓦 40分鐘 現在已經騎了9.5K 這個橋上次比肩踏飛的時候9月還沒天亮 現在天氣還滿好的 目前第一段的平均瓦數差不多 可是心率有點偏高 可能是沒有碎痕保的關係 稍微調整一下好了 那最終我在人子關這一段的賽事目標 40分 199瓦 最後我的達成時間35分30秒 總共用時201瓦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代表我在第一個集團 有努力的跟到別人的列車 所以省了滿多的瓦數 但時間又爭取到了大概4分半的秒差 所以算是稍微有點賺到 我們接下來第二段也算是開始有挑戰 準備前往物色 可以看到車表當中現在顯示的第一個畫面就是均瓦208 其實我在騎乘的時候一直很仔細的看著我自己的這個平均瓦數 有沒有在我的設定目標之內 那這個區段呢 希望可以在199瓦完成這個騎乘 那我實際呢 在騎乘當中看到的這個平均瓦數是208瓦 那這段也發生一個 算是有一點點說好笑 但是心裡有點痛的一個小小的突發事件 掉到地板的瞬間 我大概猶豫了5到10秒 我到底要不要回去撿 我一直看 我一直看 到底要不要回去撿 然後心裡想說 好吧 我放棄了 因為如果我回去撿的話 我很有可能就因為這樣 然後沒有達到我設定的這個挑戰目標 我可能會痛恨自己一輩子 所以我就放棄了眼鏡 想說我就繼續騎看有沒有好幸運可以幫我撿到 最後我們抵達物色呢 這一段的分段目標本來是21分 那我實際騎乘的時間大概是21分24秒 所以稍微超過一點時間 但是在瓦數上其實是有點比較吃力的 目標瓦數設定是199瓦 但我實際騎乘的瓦數呢 是205瓦 所以看到跟剛剛車表其實是差不多的 想辦法調降但是還有點降不回來 經過霧色之後呢 其實海白也逐漸上升 這個時候已經過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其實心境上的變化會開始進入一個比較疲勞的狀態 所以我自己紓壓的方式就是會看到比較遠的風景 然後稍微看一下 我剛竟然從剩下騎上來 我覺得那個心境的轉變很重要 我還是保持著大概30分鐘就要吃一條果膠這樣的策略 其實你的能量是持續在不斷消耗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補的不夠即時的話 很擔心到後面就會有過度濕速的這種情況產生 那我自己還蠻擔心這樣的情況 接下來經過小瑞士這邊的高度已經大概在海拔1800到2000左右 所以經過這邊的時候其實身體已經明顯會感覺到真的會變得比較喘 因為海拔變高氧氣量也稍微逐漸下降 但比較慶幸的就是天氣開始轉涼 因為在山上溫度也稍微有點下降 但其實在這個時候的堅持我覺得就相對於前面來講 會更辛苦一點點 因為開始會覺得呼吸比較急促 那我自己的做法是騎一段時間就會稍微轉換肌群 就站起來抽車 然後調整一下我的肩膀稍微放鬆 我覺得還沒有幫助的 接下來就準備到我們自己的車隊第一個補給點 那這個補給點我們是設定在清淨的這個清清草原的入口這邊 那這個一個直線上算是比較好補給的 那這個時候我其實把所有身體剛吃過的果膠都把它丟到地上 因為剛好有我們的司機大哥可以幫我們撿 然後也換了一隻水壺 那比較有趣的是因為這次全程拍攝 我都是自己騎車然後調整360 所以這個時候也需要就是有新的電池跟果膠進來 然後所以在這個時候也看到我們補給的這個隊員 幫我跑了一大段才終於拿完這些裝備 換了水、換了水壺、換了電池 還蠻感謝他們 也還好有這樣的狀態才可以讓我一開始不用揹這麼多很重的設備 那這個目標瓦數呢 目標是191瓦要騎完這個區段 因為這個是全程裡面最長的一個分段 那實際呢我騎了201瓦 所以也算是多了大概5到10瓦左右的這個瓦數 也還好有達到成績 下一個目標 我們準備到翠風 也明顯感覺到就是剛剛的商圈都不見了 然後在這個路段當中呢 天氣會有明顯的氣溫下降 然後開始旁邊的這些質批也都不太一樣 那比較明顯的是騎一騎 你會發現周邊的人好像越來越少 因為其實在這個時候進入比較 抖爬升的狀態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真的就是各自努力 大家要想辦法撐下去 但我覺得比較慶幸的地方 是在這個路段當中 有一小段下坡 那這個下坡算是 我自己覺得休息很重要的地方 我會習慣在下坡的時候 稍微把速度提快一點 因為有下坡代表等一下就會回到上坡路段 其實在這個慣性速度一直提高的狀況下 在下一個準備進到上坡的時候 你就有一定的這個時速 那你就可以在上坡這一段 稍微少踩個可能10公尺到20公尺 那對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蠻重要的偷懶地方 所以我寧可在下坡 稍微多踩一點點力量 那在這一個路段的成績呢 我的目標是要騎22分鐘 然後185瓦 那我實際騎乘的時間呢 是24分多一點點 所以 以時間上來看 這個分段其實是慢了兩分鐘 但我的均瓦其實是比我目標的這個瓦數還高的 那以總成績來看 現在把前面有一點點追到的時間 開始慢慢吐回來 在前面我們領先的時間大概有追到4分多鐘 可是在最後這個剩下13K的路程 我們已經把這個領先的差距 吐回到剩下兩分鐘了 所以後面很重要 從翠豐到淵豐這一段呢 算是我自己覺得在整體來說 它相對來講就是 會有點辛苦的一段 因為在這個時候已經騎乘過了大概兩個多小時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身體已經進入到一個比較疲勞的狀態 所以當然在補水跟補給的方面 還是不能停下來 還是要很精準的補給之外 我自己覺得在這個 騎乘的這個動作之上的轉換也很重要 但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就是騎到這邊海拔已經到2000多了 會很明顯的感覺到真的變很喘 然後開始肌肉也開始有點不聽使喚 會覺得腳踩起來比較沉重 但是我們這段的目標 就是要在33分鐘內騎完 那因為我們剛剛的時間差已經吐回了兩分鐘 所以這段算是非常重要 不太能再把時間流失 因為很擔心越後面我的成績會流失的越快 那對於達標330可能就有很大的挑戰 整場比賽最辛苦的地方應該就是淵豐到昆陽這一段 因為在這段的路程當中平均坡度也大概都是6%以上 那在這段比較明顯會有感的就是迴轉速已經踩不太起來 因為你的肌肉已經非常疲勞 那一不小心就抽筋了好幾次 所以我其實在過程當中一直在想辦法找到一個 我的肌肉可以想辦法不這麼用力的方式去完成這個每一個踩踏 我常常在正常的踩踏情況下可能會覺得小腿快抽筋 然後往外轉一點點大腿又快抽筋 所以我覺得這過程真的是最辛苦的一段 那在淵豐到昆陽這個路程當中 其實也可以開始看到陸續有人下來牽車 那這個過程因為我覺得開始會有一點點就是高三反應 你開始會覺得真的喘到有點不舒服 甚至會有點頭痛的情況 那我覺得這也是武嶺賽事很迷人的地方 就是你在後面已經不只是你肌肉的狀態 就是各個環境因素也會讓你有非常多的賽事考驗 那在淵豐到昆陽這個路段啊 我覺得最後面也是很漂亮但是很痛苦的一段 就是你可以看到已經騎到 你看到上面那邊就有一個連續的這種S型的髮夾彎 你就看得到你等一下好像就要騎它 但真的在身體狀況會覺得很痛苦 不過怎麼還有這麼多段彎都要騎 那在這個時候我覺得心裡會面臨一個真的快撞牆 那個心理因素快崩潰的一個點 就是在這個地方發現 我記得在這段路程當中 我這個經歷了大概有三到五次的那種突然一陣暈眩 然後你會看到全世界瞬間變黑白 已經直接變成50年代的電視 我瞬間覺得 會有那種回聲的感覺 就是我真的好幾次差點撞到護欄 然後我突然覺得身裡只要心跳大概高過180 就會有這種狀況產生 所以後來其實還蠻刻意的在控制我的心率 不要爬升得太快 不然真的會有那種缺氧到我整個畫面黑掉的感覺 使用平均瓦刷應該是176W 那我實際騎乘是25分13秒 然後實際的瓦數大概是173W 所以相對於我的目標設定來說 有提前預估可能會甩退的情況下 我覺得算是有達標我的這個目標配速 但是在經過昆陽之後 也就是最後最經典的兩公里天堂路要來了 這個時候已經把剛剛前面秒數吐得差不多了 所以領先時間已經大概剩下一分多鐘 不到兩分鐘的這個時間差 所以如果在這一段 我又有繼續往下衰竭的這種可能的話 我可能就會沒辦法達標今天的330目標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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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快點 這邊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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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妳 謝謝妳 謝謝 謝謝妳 謝謝妳 幹 最後出金 好累 破了 YA 我真的盡力了 3小時 29分18 YA 幹嘛哭屁啊 哈哈 YA 終於完賽了 成功達成我的目標 3小時30分 我最後完賽時間是3小時29分 忘記多少要看獎狀 但總之呢是在3個半小時內完成了 今天這場戰役真的是太感動了 剛剛那個哭的話沒有拍到嗎 我竟然是終點爆累 但因為我最近真的是為了武嶺這場比賽 然後非常認真訓練 就是我大概從CT之後休息兩三週 就開始準備爬山的賽事 所以我幾乎每週的TSS跟爬山 TSS都大概五六百 然後爬坡都大概到三千左右 就是目標平這兩武嶺 那賽前呢我也做了就是所有的路段規劃 這每一段要配瓦多少 所以今天算是每一個分段 都有很精準的達到我賽前的預測 可是可能是 一開始設定的車重比較低估了一點 因為今天還加裝一些攝影機啊 加一雙電池或是裹膠 所以最後那個瓦數都有點超出負荷 但總而言之今天真的是很開心玩賽 但中間比較過程 印象深刻的地方 我大概到過兩千五還把超過之後 我開始就是只要心跳超過180 我頭暈目眩 然後騎到這種覺得 我已經看到天堂了耶 我騎到瞬間覺得我已經完全看不到路 然後畫面黑掉 快要斷片那種 然後我只能降心跳 我大概這種狀況持續了四五次 我想說到底可不可以 最重要的是我到過那個 因為太魯閣國家公園那個牌子之後啊 這邊是最後兩K嘛 就是天堂路這一段 這一段真的是 過這邊的時候大概是三小時十四分 然後我想說還有兩公里 我到底可不可以在十六分內騎我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哇 我前面那麼辛苦 竟然沒有機會了 然後我一路就想說 不行我還是要堅持到終點再說 我至少不要讓自己覺得 我就是有那種很惋惜 剛剛沒有盡力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一路還是一直拚 然後到最後看到五百公尺的牌子的時候 想說 終於又到了 然後我就開始把瓦數稍微加大了 結果大神獵在開始抽筋 消退輪流抽筋 然後我完全加不起來 最後看到天堂路一座 就是終於看到終點的時候 我想要站起來 那時候兩腳都爆抽 然後我已經完全就是站不起來 腳都只能呈現這種姿勢 完全是抬不起來 太感動了 這場比賽真的是 唯一一場比賽為了到終點之後爆哭 只有這一場 真的是太印象深刻 因為過程真的太痛苦了 這所有的過程當中 但好在今天的天氣真的是 雖然是天公作美 沒有下任何魚 然後天氣超級涼爽 所以讓我們有機會可以挑戰我的最佳成績 最後成績是三小時29分 然後秒數的話有點忘記了 但均瓦大概是199 幾乎快要到200瓦 但我賽前原本以為只要189就可以破關 結果竟然沒有挑戰成功 但真的開心 我挑戰成功了 Yay 接下來明年 看有沒有機會去挑戰東進五嶺 或者是再來刷新自己西進五嶺的成績 真的是很感動 也很感謝就是贊助商 在我的設備上給我很好的資源 讓我可以有很好的這個腳踏車 來參加這場西進五嶺的賽事 太感動了 唉 那個哭的可以不要放嗎 太醜了啦 哪有人到終點那邊爆哭的啦 原來重點就只有爆哭 OK 那接下來可能會休息一段時間 然後下半年可能會比較專注在 就是馬拉松的賽事 接下來也期待可以跟大家繼續分享更多 關於訓練的過程 還有去拼戰賽事的這個過程 好啦 那我們今天明天超過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楊德瑞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今天影片也非常感謝FSA贊助 讓我們有機會在賽前把車的調教到最好 來參加這輛比賽 OK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ок,好, Bodega 想起來還有一個沒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的自勝關鍵 你們看到我的腿非常乾淨 我的腿毛都刮了 因為我要力求 最佳空力化 看起來還是有點幫助啊